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買了保險和沒有買保險 其實有沒有分別呢? 今天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往我去見到人客 他們有買和沒有買 究竟經歷了什麼不同的生活 在很多人的下心目中 買保險和不買保險 最大的分別就是要付錢 和不用付錢 買了保險每個月 一出糧就被你扣了 一千多二千元 但我又不覺得自己 你真的實質好像買了什麼 如果我去超級市場買東西吃也好 去買衣服、買手袋 或者男士喜歡買電子產品 都是叫買一些東西 但是跟你買保險 真的不覺得自己買了什麼 有什麼實質用 就算你給我保單 我也是在家裡 有時候人客放了十幾年之後 搬了幾次房子 連一份保單都不知快要再變 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Richelle 我買了很多年了 其實我都不記得自己買了什麼 不過每個月不斷過數 其實 又不知好像買來做什麼 其實這些我也聽很多 聽很多 當然買了醫療保險 都不是一路永逸 因為買醫療保險 客人都會看一看 究竟自己的轉保險 有多少cover 舉個例子 傳統保單 大約每個病保十二萬左右 新的自然醫保 大約保十六萬左右 除非客人 第一 他自己有公司的團體醫療保險 或者他買了一個 這五年很流行的 叫做彈額轉保險 全數賠償的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客人 他都要 心不舒服之餘 還要去量度究竟 唉 做個手術 要15萬 那我的保險是夠的 賠得那12萬左右 那我還有幾萬元 要自己預算 還有 拿十幾萬出來 是不是真的隨時 錄到卡 十幾萬去做手術 手術順利就十幾萬 如果做久了 我試過有些人客 麻醉 或者有些東西長久了 可能洗費又多了 始終手術都有風險 可能到時候 如果多了 又要自己預算 那些人客 在那時候 心不舒服之餘 他還要想 究竟 怎麼安排呢 醫生跟我說 現在洗衣二十萬 說我中間還要 五六七萬來醫 自己的經濟條件 能不能夠負擔得到呢 另外一個個案 就是 我想一個月前 那個人客 其實他是一個女士 摸到胸 就有少少 一顆東西 然後他照 就是 預癌 那就惡性的 那他呢 就只買了危質 其他什麼保險都沒有 這個我都是跟服務的 那我就問個人 啊 你是不是公司有轉保險啊 所以你沒有買轉保險 他說不是啊 我什麼都沒有 因為我是家庭主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跟進乳癌呢 我相信你做手術 再加電療化療 那裡不便宜 真是幾十萬 但是現在我看到你這份 十幾年前的危質保險 只是買了三萬美金 大約是二十四萬左右 那你真的要有心理準備 自己要預算一些錢 去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 人客就 未試過病 就不知道原來要花那麼多錢 那 那 他很快就安排了他做手術 那手術那裡大約 十四萬左右 那 然後就要做化療 因為他那個都是一些惡性腫瘤 那他告訴我 那裡大約要二十六萬 二十六萬加十四萬 那就是說那裡加起來 都要一整四十萬 那還未算之後 電了那些 但是他那個 銀質那張支票 我只是給了二十四萬 那就是他還有一個差額 十六萬要自己去安排 那你問我十六萬 對於一個普通小看資家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細數目 是 還要這麼急 是 因為癌症呢 就 每一個禮拜 他那個 變大 影響力 擴散 是影響很大的 所以 那時間很急 就是很急就要做手術 很急就要做化療 那些錢 那些錢是要很快 你就要馬上去付 那所以變了 為什麼有時候 我常見到那些人 當然還沒買保險的 我們就提他 你趁自己健康買保險 但是如果買了保單 其實我都會提他 你有沒有溫習過你的住院 其實舊式的住院 都是保十幾萬一個病 會不會更新到現在新的自然醫保 新的自然醫保有十六萬 甚至乎癌症那裡會多五六萬 那起碼那裡都有二十幾萬 有時候我都會跟客人說 你會不會趁自己健康 加大一些住院 就算你不加大一些住院 你會不會加大一些藝質 保障自己多一點 那當然我們跟客人說的時候 那客人當然就覺得 哎呀又要給多些錢 都經濟不是那麼好 好像都吃力了 那我經常都跟客人說 就是其實我們做顧問 都不可能每十宗生意 十個客人都會跟我們去加壓 但是呢 我們是有責任去提客人 其實以今天的醫療費 你現有的保障 那裡只是幫到你一部份而已 真的幫不了多少 或者你自己要去想好它 我們是有責任去提客人 所以變了 因為我們不想當客人真的有其事的時候 他們怪我們 為什麼不跟客人說呢 原來每個月 公多一千公多五百 就可以多幾多額 我們都不想客人覺得我們沒有提醒過它 所以我們都會很想要 真正中的家裡 我們都會當選 такого 人都會被拒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